人铃铛好我是威尔 最后高照我是鲁鲁 是那其实有很多智能手机的用户呢 都会安装一种叫来电拦截的 就是blocking co-blocking的这样子的手机应用程序了 来过滤一些恶意电话 就不要让人家骚扰 但是呢 有三款的这个来电拦截手机app 是被指涉嫌收集用户的通讯录 而且是整合成这个公开资料库的 那估计呢 全球有大概30亿个号码的用户身份 是已经被公开了 其中包括谁呢 香港的特首梁振英 还有其他的官员 还有大批政商界的一些名人等等 嗯 这个是三款的那个apps 是包括CM Security True Color 还有一个叫Sync.me的 那这三个的这个apps 其实它都是有一些提供一些反差的功能 那是允许那些用户输入任何的电话号码 在这个资料仓库里面 手寻这个人的身份 嗯 是的 那当然呢 我们一般手机 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也是提到的嘛 我们手机已经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了 嗯 那当然 就因为它离不开我们的生活 信息大量化 然后同时呢 很容易就寻找到 你要找那个人 或者我也很容易给人家找到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时候我不想被干扰 不想被打扰 我又不想关手机 因为我把手机关了 可能我就一些重要的这个信息呢 就没有办法进不来 或者我也接受不到这个来电 那结果我能怎么办呢 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co-barring 或者是co-blocking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会可以选择一些号码 我就不要 比如说我不要 我不要你拨电话给我 我不要看到你的信息 我就把你整个block了 可是它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因为我不确定其他 我之前是有听过那个true caller的 true caller还是可以知道是谁打过来的 对 就算你没有save他的号码 他也可以知道你是谁 其实电讯公司都会 你看在我们的电话 电讯服务里面 好像有一条就是说 caller叫什么呢 就是好像来电显示 如果你没有付这个服务的话 以前啦 现在我不太确定 我也没有去看那个单 是以前在这个单子里面 有说来电显示的这么一条账单 这个来电显示的意思就是 我没记错 就应该是说 谁拨打给我 他会出现那个名字 如果我有存了下来 所以现在我们是要顾会的 或者是可能不是存了下来 而是说他会显示那个号码 应该这么说 我说错了 有一些如果没有那个来电显示的话 就人家拨电话来 可能你看 你看到只是一个unon call 或者是一个unon 而没有那个显示那个号码 不管你有没有存那个 你有存的话 他也是显示号 他可能也不显示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是有付费的 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 就是以前据我所知是有的 但是现在可能就没有 以前不是家里的电话才是 什么家里电话怎么样 因为家里的电话 其实他也可以有来电显示 更早之前是没这回事的 没有啊 就我小学那个年代 你小学年代你有了 对啊 就而且好像是要另外另外付 要另外付钱的 一个五到十块 对对对 就蛮便宜的啦 但是手机的我就不确定 都有都一样了 手机的也要付钱 现在我不确定了 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很多都免费了嘛 对啊 所以你你拨电也免费了 已经是吧 手机都免费了 所以他很多东西要改 只是我想说 呃 根据这些不同的apps 他有这种功能 就是让你这个呃 谁我就把它 block或者是把它bar 不给他进来了 或者是也 当然这个条件是 他可能会收集到资料 可是手机本身没有这个功能吗 一定要靠apps 手机可能有这个 应该有这个功能 但是呃 你用apps的话 可能他可以去到更细 可能他可以更更想 比如说呃 如果呃呃 他可能不自来电 而是一些信息 可能那个信息里面有包含什么字眼 我就把它block的起来 因为有很多广告进来啊 还有时候你手机收购广告吧 对不对 超多的 对啊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更详细的分类 可以让你怎么样去呃 怎么说呢 去过滤 这些这些电话 或者过滤这些信息 所以就通过这些方式呢 有很多人就资料就被公开了 那综合搜寻结果呢 香港政界人士 就像我们说 梁振英呢 还有政务司司长 这个林郑月娥 等等等等 还包括可能商界的一些人 比如说像新世界发展执行董事 几文凤 这个奥波执行董事 梁安琪 还有演艺圈的人士 像这个灵溪啊 汪 汪明泉啊 陈百祥等等的手机号码呢 同样是被记录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我觉得他们好像好无忽 可是 你没有办法啊 有这么容易可以查得到吗 其实我 有什么难呢 没有跟你说 我曾经就用过那个Drew Caller 结果怎么办 我是在找看 有谁的电话号码找出来 但是也找不到 然后结果是找到一堆银行的号码 哦 是这样子吗 真的 他会跟你说 他会 他会给你选的 好像是 如果没记错啊 因为我不用那东西 结果我就把它delete掉 因为他先先会给你选 就说你是不是确定你要block掉一些号码的 那就是那些银行的号码全部 他还会跟你说是什么银行的 他就把整段 他就跟你说你block掉的是这一些 所以你可以选择嘛 你看对不对 所以我说他就来得更细了 即使是 你 你 我们选择是选择 比如讲电话 必须我们存下来的 或者我们知道那个号码才能bomb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 他可以 即使你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搜寻搜 然后你马上就block掉 他有这种功能 对吗 所以我说app它不一样 而且这三款应用程式呢 它是在Android也有 在iOS就是Apple的手机的应用程式商店 是免费下载的 那其中呢 这个CM Security 是由中国软件公司 经商软件来开发的 那True Color呢 是瑞典的科技公司开发的 而这个Zing ME是属于以色列的科技公司 旗下的一个产品 那当然这几样apps呢 它都有类似的功能 所以当你用这些apps 或者用任何的这种程序的时候 程式的时候 自己要争作一下 要小心一点使用 尤其如果你是公众人物 你是政治人物 你要交谈 沟通 什么东西都好 你的这些讯息 可能就泄露在其中了 其实我觉得 很恐怖 你用什么apps都好 真的都会泄露出来 你用什么方式都可能 你用手机都会 因为波电可以窃停 对啊 所以我就说 现在可能写信也不对 因为写信 你有证据 白纸黑字 对吗 对 email也是 比如讲你这个email 你也会进波 email也不对 因为全部在server 感觉你在说什么都不对 因为你说人家也是隔墙有耳 也是一样能听 这样就是没有机密 没有私密的一个年代 对吗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之前很好笑 是前几天 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他的前男友 就lock in进去他的facebook 而且他facebook 就有跟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在讲话那种 就有讲到他们之间 是怎么样分手啊 这个那个的 然后他就到处 他的前男友 看完以后 就到处去跟人家说 蛤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他们是没有太和平的分手啊 但是为什么 他们分了过不换那个密码 他可以让他前男友去lock in 他就没有想这么多啊 但是他前男友也太贱了吧 就是怎么去lock in 他潜意有的这个facebook 对啊 所以然后我就告诉他 以后你要说什么 我觉得你就不要再用facebook 因为facebook 它不像我们的whatsapp那些 whatsapp也是可以看到啊 不是那个问题是 你不是随便可以lock in 就是不要在其他account可以lock in 那比较安全啊 也没有包安全啊 就像你说的 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 你要把你的秘密真的要守得很好的话 那就一个方式 只有一个人知道 那就是你自己 放来心里 你只要一说出口 他就有可能泄露 这个泄露机会就已经公开出来 就已经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呢 只要是你要你不想给他知道 他只有一种方式在这个年代 就是不要说 只有自己知道收在心里就好 对啊 人想都不要想哦 为什么 因为可能又会开发出一种产品 他用脑电波 都已经久了吧 好像就是我记得在美国还是英国吧 还是德国还是美国 他们开发了一种产品 这个机器呢 是可以解读你的脑电波的 但是他没有那么准确 他没有那么准确 他可以知道你在想法 比较简单的一些信息 简单的信息 比如说可能哪东西还是什么 这样类型的简单的信息 你看他们做出那些机器手啊 那些啊 这个机器手或者机器脚 你为什么能够让他动呢 因为是因为他解读你的肌肉的这个动作 然后肌肉动作是因为是由你的脑部的这个信息传达下去的嘛 所以以此类推 基本上他可以解读一些简单的一些信息 所以未来他可以解读一些很 是啊 就是可能他就装了一个东西 可能黏在你的头部还是怎么样 就收取你的脑电波 然后从脑电波里面分析出那个信息出来 太恐怖了 这个是很恐怖吧 所以我说了 想都不要想 如果真的是秘密 不想让他知道 就深埋在心里 想都不要想 这是最安全的了 那当然 这个 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机器 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兴趣想知道 究竟这些领导人呢 他们脑中在想了什么东西 对 因为这个菲律宾总统啊 他就出席这个APAC峰会的时候 他就有跟那个习近平见面 然后他就有提到说 在上个月他们就 菲律宾总统杜特地 他就有拜访了习近平 然后结果他就有强调说 他是愿意永远像兄弟般的 跟中国做朋友 是啊 兄弟般哦 之前呢 他就好像是感觉上 跟中国是比较友好的关系 就跟美国这个奥巴马闹 算闹翻吗 也不算闹翻 总之是有了一些 没有啊 其实也做回朋友了 其实他是跟川普做回朋友 对啊 跟奥巴马做回朋友 他就跟川普做回朋友 就是跟美国做回朋友了 现在 这样可以这么说吧 但我们看回这个 那习近平就认为说 这个杜特地呢 在上个月访问中国的时候 其实象征着 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呢 是全面的改善了 不一样了 那在明年呢 菲律宾可能会接任 这个东盟轮值的一个主席国 那习近平就强调 中国愿意协助菲律宾的推动 东亚合作 那通过民间往来呢 就促进两国的利益 融合加强 包括文化教育啊 卫生啊 青年等这些种种的领域的方面的合作 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回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们也有谈到这个黄岩岛的事情 然后中国也允许这个菲律宾的渔民 在黄岩岛自由的捕鱼啊 也可以就是提供他们养殖的技术 你看多好 做兄弟不是好吗 对啊 不要打打沙沙 吵吵闹闹闹 对啊 他还可以跟你分享什么捕鱼耶 他们可以针对黄岩岛这个议题来提出讨论 而且做出妥协呢 从中可以看到 确实在中国这一方面呢 已经开始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 这个主权争议的问题 那只要是大家能共同开发 共同利益 再加上有共同的敌人 那自然就好办事 对吧 你很简单 今天如果你站在 因为我需要更多的朋友 那如果我跟我的敌人 是没有办法化敌为友的话 那我就要结盟 更多的朋友 尤其是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 或者敌人的朋友 变成我朋友的话 那就更好 那我就更多朋友 他我就对付这个敌人 他就容易一点 如果真的是有一天 需要到那个地步 所以你看 现在中国采取的是这种 怎么说呢 释放友善的这种态度 当然跟菲律宾友好的关系呢 也许有他另外的考量 包括可能在经济上的 经济上是一个考量了 一带一路等等 在战略方面 毕竟菲律宾跟美国现在关系 就好像因为杜特蒂 就说很支持这个川普嘛 那奥巴马迟早都要卸任下来 那也不管民主党共和党谁都好 那现在情况是 菲律宾跟美国好了 那之前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也是处在一个很矛盾 或者很怎么说呢 很暧昧 也不算暧昧 就很奇怪的一种关系 就好又不好 好又不好 私底下又不好 然后表面上又好 这是情绪你懂什么 对对就是这种情绪 所以现在如果中国可以有菲律宾这个盟友 靠着所谓的比较好的关系 那跟美国 他就自然有多一个层 如果我不要直接对美国的话 我可以通过菲律宾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能是这样 因为毕竟你看他愿意有这种配合 共同开发利益 那就等于说大家有得谈 凡事有得商量 对啊 所以我很早就说 你看东西做下来好好是可以谈的 为什么就是要打打杀杀 现在我们看的都是 哇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啊 这些 而不是那种男孩的问题 然后谁要打谁 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新闻 是啊 太正面的 不单只是跟菲律宾 就是他们其实在出席APEC峰会的时候 习近平他也跟奥巴马见面了 他是说 他就警告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过后 中美关系是处于一个关键时刻的 这个关键时刻的意思 其实奥巴马跟中国关系是还算友好的 但是川普对中国又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刚才说了吧 你看 就是他跟菲律宾好 菲律宾跟美国好 但是美国跟中国 就是川普上任后 川普可能会对中国采取一些 比如讲那个提高税收 不是税收 提高的税务 这个策略等等 对中国 那自然中国需要一个人来缓和某一些关系 毕竟美国还是属于一个大国 你不能正面跟他冲突 或者是跟他作对 我们毕竟还是好来好去会比较好 我感觉他们三个国家的那个关系 不是像情侣之间的三角恋 反而像一家人的关系 像一家人 对啊 就是可能 可能就是爸爸妈妈跟女儿之间的关系 然后是要靠其中一方去 就是说服一个 做和事 对 他需要一个和事老 对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其实差不多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所以你看我就说了 当然 菲律宾他有他的好处嘛 他当然要从中获得这个好处 所以 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那就那就好谈啦 总之是有的商量的时候 凡事都有这个妥协的余地